這樣的話太低了 太晃過了 男弟就跟我手一樣 你要弄什麼 不是只有這個 下一次他一定有很多事 你們也有做了事 結果人家不滿意 不過里長那邊也特別要拜託 就是說要去緩應 不過好就這樣子 來下面 我們就進行了 好來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接下來有突發局針對廣池都基案的 這一次修正補充的一些補充說明意見做報告 下一個 今天錢包大概分這九點 不過接下來會針對民眾比較關心的部分 以及我們這次有做一些修正的部分做強調的說明 那緣起的部分主要就是 之前其實有提到過 其實在民國58年59年的時候 這個基地是廣時柏安跟福德平宅的一個基地 那可是因為建物老舊跟一些房舊整個環境的關係 市府在95年的時候 已經提了一個整體性的都市計畫 將這個機關用地變更為這個社福用地 公園用地跟商業區 並規劃用這個BOT的方式來開發 但是這個BOT的開發在後來因為過程中並不順利 所以後來在民國102年市府正式取回土地以後 重新檢討這個基地的開發 那主要就是考量未來這個基地 會有這個新義東延段的延伸進入這個基地以及考量 目前這整個市府推動這個居住正義這個公有出租住宅的情況下 加入這個社福用地裡面 多增加這個供應出租住宅的使用 那這整個辦理情形主要就是 在今年2月的時候有提到大會來討論 那考量因為民眾對很多議題還有疑慮 所以組成這個專案小組 那由這個市府再跟地方說明 以後再提到這個專案小組來做報告 那這個是基地的整個大的區位的部分 它這個基地是在這個地方 那它位在這個新義計畫區的東側 那它靠著這個中山路的話 往北延伸有松山車站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部分 福德地區大部分都是一個住宅地區 是它缺乏一個商業或是一個 處理公共事務的一個核心 那再往近來看的話 這個基地主要是6.5公頃 那它其實基地相對的是方整的 然後未來會有這個新義的東延段延伸 然後並在這個基地設有這個R03的出入口 這是基地的現況 那目前其實公園的部分已經開放 供這個簡易綠化供市民來做使用 那區內有包含了這個 過去的這個福德平宅的老舊建物 然後以及這個西南角的部分 有一個福德派出所 那基地內其實它其實目前 它還有很多這個樹群的部分 那經我們目前最新的統計的話 藍色的部分的話是受保護的樹木 總共有14株 那其他樹群的部分大概有655株 那這部分是說明一下這個都市就要變更的歷程 那最早的話其實在58年 劃定這基地的時候是機關用地 那當時候的這個容積率是400 那在95年市府重新檢討調整以後 把這個基地考量地區的需求 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為北側是社福用地 那南側的部分是公園用地跟這個商業區 那當時候的整個目標是希望建構一個長者 這個英法園區的一個基地 那在這個容積強度的部分 主要當時候是考量以這個社福用地的開發為主 當時候初估它的容積的需求大概210 然後並配合周邊的這個容積的整體的環境 所以調整為全區的平均是232 那商業區的部分是442 那不過後來在這個102年就是去年的時候 市府重新取為這塊土地檢討的時候 因為剛才有提到就是考量整個大眾運輸導向的發展 以及這個供應這個為了這個照顧協助這個青年住宅 以及弱勢的這個居住的問題 所以我們市府希望這個在這塊工業有方整的北側社福用地 再加入適度加入這個供應出入來的使用 那容積調整為這個400 那不過在這個前提下全區的平均容積率還是在只有僅有300 而並沒有超過原來的這個400的強度 那接下來說明一下其實我們市府針對未來的社福用地的規劃 其實已經有做一些有一些整體性的規劃 他在這個北側社福用地當然是以這個社會福利設施為核心 那包含了這個英法族以及這些長者照護的這些中心系統 那以及周邊地區可以提供周邊地區的一些福利設施 包含這個圖書館、親子館或是拖映中心 以及這個市民的活動中心等等 那在南側的部分已經規劃這個1.6公頃的公園可以提供給地區做使用 那另外也把這個捷運的東野段的側上出入口 設在基地的這個南側 那另外當然就是在滿足這個社福設施的前提之下 那另外有多餘的這個容積的部分 然後把它納入這個公營出入住宅的使用 那目前初步規劃是大概長期的部分 因為全市性的長期的部分 市府必須希望能朝向大概有4萬多戶的這個公營住宅來做努力 那目前這個基地初步規劃大概有1500戶的這個公營出入住宅 那接下來就是針對民眾或是這個上次大會的時候 有一些曾經的議題做一個說明 那大概幾個重要議題大概分為三類 第一個就是有關公營出入來整體性的政策 以及它未來開發以後對於周邊環境的一個衝擊 那第二個就是包含了相關的交通 停車以及這個公共設施服務的水準 然後斷層房災以及這個束保 或是開放空間跟日照權 那這個開發方式目前是整體性的規劃 還是分區的開發以及未來的整個期程 接下來會做一個說明 那也順便回應了整個人程意見的部分 那第一個要說明的就是市府目前的公營出入